黑衣男子突然從停車場竄出來 三步並坐兩步 手裡還抱著一箱紅色物品 體積實在太大還得換手拿 接著往車道上狂奔 原來他手上拿的東西是偷來的 受害者還是錢東家 這名嫌犯因為先前就在這間水族館上班 因此對這裡熟門熟路 他先沿著車道下來地下室之後 找到了水族館地下室的入口 接著推開兩道老舊的鐵門 上樓行切 不說都不會有人發現的密道 嫌犯這地繞遠路從停車場上樓 兩道鐵門都已經老舊到無法上鎖 他熟知地下室設備因此潛入行切 只是一進門還有一個超狹窄旋轉樓梯 連記者要行動都有點困難 為了偷東西 切賊還揍了兩次 那五年前的員工 那趁我去加勒福買東西的時候 拉鐵門 那從地下室入侵上來偷東西 一定要認識的 認識有地形關係的 或之前知道這個地緣關係才有辦法 因為他還要經過停車場 才有辦法上來 事發就在上個月 這名已經離職五年的王姓前員工 突然打電話向店家說要買一個魚缸 因為約定時間還沒到 老闆先拉下鐵門出門購物 沒想到在這期間 切賊看見沒人在店裡 就竄入停車場 按道偷竊 把店裡的瓦斯玩具槍 及過濾器偷走了 店裡有一些過濾器吧 水族器材 然後一支玩具槍 就這樣子而已 因為店裡很多老鼠 後面是菜市場 就放在那邊 就是無聊驅趕老鼠 店內鼠患猖獗 原本要用來嚇老鼠的玩具槍 竟然成為嫌犯下手目標 還把商品中最貴的過濾器偷走 想都沒想過 已經準備要結束營業 牽走店面 卻在最後遇上前員工闖空門 即使到現在人不願道案說明 但罪證確鑿 還是被警方一切到罪 含送法辦 TVBS的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